新委像侯友宜今天親自做真彎演習 特別選在燈水 就是因為共軍日前把淡水 視為是登陸的假想地 侯友宜也強調 自己的國家也要自己能夠防衛 那麼除此之外 也要看到全代會後 侯陣營還必須進步 米平黨內挺郭派的雜音 想辦法在三個月內 讓民調來翻轉 侯友宜的防日行程也曝光 預計三天兩夜 還會拜會僑借 以及日本國會的議員 那麼賴清德則是持續 希望能夠關注印太和平穩定的議題 三關內容帶您一起來看 總統府內接見法國參議院 外交國防委員會副主席 葛托蘭訪團 副總統賴清德 重申臺灣跟民主陣營站在一塊 法國跟臺灣都是民主國家 然後也支持其他的民主國家 敬請法國也能夠持續關注 印太的和平穩定 喊話要共同捍衛印太和平 不過英國金融時報報導日前 賴清德拋出的白宮說 似乎引發美方疑慮 美國官員雖然沒有直接要求澄清 但確實有關切 賴清德8月中將過境美國 規模卻翰 總統出訪差很多 不能搭總統專機也不能公開發表談話 副總統對於說對美關係台美合作 他的立場其實向來都非常清楚 就是我們應該要持續的強化 我們跟美方的關係 持續的提升我們跟理念相近夥伴 的一個合作關係 過去副總統的出訪的相關的規格跟安排 會跟總統出訪的規格跟安排 確實都會有落差 或許就是要米平接連掀起的 依賴論風波 賴清德716全代會再提和平四大支柱 更強調有對等尊嚴情況下 願意與中國對談合作 似乎就怕太明確表態 引發中美關係強烈震盪 美國是比較主張維持目前的現狀 那不要有任何的一些 不確定的一些因素 那這也是其實我們仔細看的話 賴副總統在前因政治 直到現在之前 他非常強調說他要延續 蔡總統的這個政策 美國一方面加強嚇阻中國力道 另一方面要避免兩岸擦槍走火 美中關係大氣候 也考驗賴清德的白宮夢 藉著全新莊家領台北 總共報導